观音山常年印制佛经善书,赠送至各大图书馆,监狱看守所,偏远学校,离岛地区,甚至远至太北、缅甸,内地等山村聚落学校,并在每一场活动中免费与大众结缘。 无论是庙城、礼活动中心、市场、大街小巷,都可见到穿着红背心的义工身影,忙碌穿梭于人群中,笑容满局,真诚恳切地介绍每一本书籍。 慈悲隆德严静人波切,隆德上师,开示,真正的加持,在于心性的觉醒超越,很多人的不幸,来自心灵的贫困匮乏,这种痛苦会不断相续到未来,无穷无尽。 能够印证佛经善书,助人解惑,度过难关,扭转错误的价值观,自己当然就能智慧大开。 印光大师开示印经有十功德。 一、从前所作种种罪过,轻者立即消灭,重者亦得转轻。 二、常得及神勇护,一切瘟疫,水火,盗贼,刀兵,牢狱之灾,息皆不受。 三、素氏愿对,闲蒙法易,而得解脱,永免寻仇报复之苦。 四、夜叉恶鬼,不能侵犯,毒蛇虎狼,不能危害。 五、心得安慰,日无险世,夜无噩梦,颜色光泽,记力充盛,所作吉利。 六、所言所行,人天欢喜,所到之处,常为大众爱戴。 七、至心奉法,虽无稀求,自然衣食丰足,家庭和睦,福禄绵长。 八、愚者转至,病者转健,困者转亨,厌女身者,报谢之日,劫转男身。 九、永离恶道,受生善处,相貌端正,天资聪颖,福禄殊胜。 十、能为一切众生,种植善根,以众生心,做大福田,或无量圣果。 所生之处,常得见佛文法,直到三会红开,六通清正,速得成佛。 善书、经书的流通,虽无立竿见影之效,但却能在潜移默化中发酵,从而改善社会风气,建立祥和社会。 欢迎随喜注印佛经善书,为大众的道德教育尽一份心力。 详情请现观音山全球资讯网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